北京文化 来中国以前 谁一到北京文化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故宫长城 到北京以后 我发现北京文化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我刚到北京时 我听到别人见面时说 吃了吗 或者吃饭了吗 我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后来我明白了 这句话就是 原来中国人们吃饱饭的心愿 吃了吗 就成为互相关心问候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学吃了吗 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北京人的打招呼方式会那么多 有一天我走在我朋友离家的路上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 骑着自行车经过我旁边 问我去哪儿 我以为那个时候 他就会平着跟我打招呼 但是他却继续走了 因为他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 离我有点远 所以我只好大声地回答说 我去林立佳 后来我明白了 在那种情况下 他们不一定想知道你去什么地方 你说出去就行了 北京人还有很多普通场 我把他们叫做北京人的音响效果 比如说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如果像表示同意的意思 就会说 哎哎好哎 如果像表示是对的意思 就会说 嗯嗯 还有他们吃惊的时候 我在中国住了一年半了 去不令人到为惊奇的长城和故宫 但是我还是觉得 没有比北京人 没有比北京话 这能够代表北京文化的 丰富多彩和妙处恒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